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我是主持人 但先從我們今天來講兩個題目 其實這兩個題目都是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昨天國健署公佈最新的癌症調查數字 其中呢 大腸癌還是位居首位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吃什麼油炸的啦 燒烤的啦 真的要多吃蔬菜 可是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新增的所謂的肺癌當中有八成都是女性 女性不是說都沒抽菸啦 但是抽菸的比例是遠低於男性 可是新增肺癌呢 為什麼有高達將近八十趴 都是女性呢 大家要了解說 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 有人說 其實吸二手煙是更恐怖的 另外又談到說 會不會是媽媽們在炒菜 廚房油煙 導致於肺癌女性大增 另外又談到說 是不是女性的基因 在同樣的環境下 她對癌症的敏感反應呢 就是比男性高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現 第二個題目呢 其實我們等一下來談 英國藍 連鎖的手搖茶 這個其實看起來應該是蠻貴的啦 在網路上甚至有人說 這個喝了會好喝到掉眼淚 現在不是說好喝到掉眼淚 是喝了你不但要掉眼淚 恐怕連命都沒了 英國藍其中的這個叫做玫瑰花茶 竟然被查出來說 裡面有DDT 也就是所謂的殺蟲劑 這個叫嗜劑之毒 喝多了之後呢 因為呢 他會在你的身體上累積很長的一段時間 恐怕要十五年才會代謝掉一半的這個毒素 所以可能會造成所謂的癌症 肌胎甚至是神經相關的這些傷害 今天大家好好來談兩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北醫血液種劉科的主任 戴承鎮 戴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西光醫院腎臟科醫師江守山 大家好 特別歡迎是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的教授 莊秉潔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醫藥記者洪肅清 大家好 請你有沒有喝英國藍嗎 有 怎麼好喝到掉眼淚 我不知道 我說一句實在話 我喝的時候也覺得期待值本來很高的 因為喝了以後 以後應該像是置身於英國喝下午茶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 什麼感覺 對 就是應該有那種氛圍啊 然後就是覺得很relax 可是沒有啦 其實還好 就是他是以外國茶為主的 這個茶飲這樣子 比較不同於現在其他手搖杯走的路線 所以其實他在女性朋友是很受歡迎的 是的 因為女性朋友 你看同樣是排隊嘛 你排在英國藍的時候 就覺得比較有那種 你也知道英國會給人家一種優雅的感覺 有沒有那種聯想的氛圍 就是女性朋友真的很愛 因為他紅茶 像什麼阿薩姆茶系列或像這種花茶系列 都是女生比較喜歡的 那一杯都差不多五六十塊以上 對大概從四十幾到五十幾到六十幾到更高都有 看你選擇什麼 對 現在不是說好喝到掉原類 是好喝到要命 如果你喝了這個之後呢 竟然是含有沙蟲劑 你喝的已經不是玫瑰花茶 而是喝沙蟲劑的時候 該怎麼辦 為什麼問題會發生 來看看 連鎖飲料店英國藍 所使用的玫瑰花原料 被驗出含有多項農藥殘留 其中還有國內禁用的沙蟲劑DDT 因此被要求下架 十五號上午 業者緊急召開說明 表示遭茶扣了七十公斤原料 正等待銷毀 其他品上產品目前送檢沒有問題 對這次我們公司 對玫瑰花的事件沒有嚴格法官 那在此我們公司 深深地感到抱歉 然後我會做個登台 就是會依照衛生主給我們的頻道 那就是先清洗然後進化 然後之後再做煮費的工作 業者說明 原料買進來進泡之後就煮費 沒有先行清洗 未來會改進 而在花茶原料 被驗出含有的農藥裡面 光是DDT 半摔期就長達數十年 不只會造成環境污染 還可能導致全面性的癌症 肝功能損壞 並具有生殖毒性 人類可能的致癌物 是第二級的致癌物 長期吃的話 我們就擔心說 它會增加肝癌 乳癌 血癌 各種癌症的疑力 它可能會造假狀性功能異常 有可能會有一些什麼生殖毒性 胚胎發育的毒性 也許女生不容易懷孕 懷孕後也容易流產 抽搖杯飲料很多人都喜歡 一旦出事根本防不勝防 醫師提醒 如果懷疑自己吃進了含有DDT成分的食物時 可以在日常飲食當中增加蔬果攝取量 透過腥微脂來代切DDT的脂溶性成分 降低對人體的傷害 記者查詢新聞陳保羅台北報導 文文也來看看這件事是怎麼追查出來的 然後如果說是政府把關查出來的話呢 其實應該幫政府排排手鼓掌一下 不過呢 這個又是所謂的民眾自己發現 這個民眾真的應該要頒發很高的獎金給他 因為他天賦異比 就很多人如果沒有他的話 可能很多人繼續喝下去 苗栗一名女性消費者呢 在三月的時候呢 他就買了一杯玫瑰花瓣的冰茶 喝了之後頭就暈了 手機沒力 他說奇怪 那不是說我那天天身體比較壞 他就不信邪 隔天再買一杯 一樣 所以趕快打電話給苗栗縣 衛生局檢舉 下去查囉 查出來呢 殘留農藥高達十一項 其中包括歐沙松 曬滅寧 菲克利等等 十一種農藥殘留 很嚴重 這已經太嚴重了 還有更嚴重的是 所謂的DDT 臺灣已經禁用五六十年的 這個殺蟲劑呢 竟然在裡面 而且還高度超標 那現在更大的問題來了 到底這個DDT哪裡來的 說實在到現在為止 政府還不知道 為什麼呢 原料供應商呢 包括所謂的周界貿易行 那上游是在高雄 這個叫圓宜貿易有限公司 那進口了四千五百公斤 的這些玫瑰花呢 通通都賣給英國藍 不過這部分我們可能還是要存疑啦 是不是只有賣給英國藍 沒有賣給其他的這些 因為說實在臺灣很多人喜歡喝玫瑰花茶 這個可能要存疑一下 那食藥署說呢 業者在報官的時候呢 說產地是伊朗 那個產品標籤 Mark是什麼德國 報官另外一個產地呢 是中國大陸 所以現在這個有DDT的來源呢 到底是在伊朗 是在德國 還是在中國大陸 目前還不曉得 所以事情會大條在這裡啦 所以江醫師 我先請教你 為什麼會有DDT DDT又是什麼 其實從他含有DDT 我們大概很有信心一點 這個原料絕對不可能來自 任何的歐盟國家 歐盟比我們更早 把DDT禁掉 所以整個歐盟系統 已經完全沒有人製造 使用DDT 所以這個不可能來自於歐盟系統 所以他雖然叫做什麼英倫藍 英國藍 不管他 不過他這個原料 這個跟英國是不會有關係的 或是德國藍 通通都沒有 都不可能 那你說伊朗 Postbol 有可能 OK 中國大陸也有可能 因為我們也知道 中國大陸一直常常有人做 所謂的黑心農藥 那DDT這個東西 效用好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他最主要是 他的環境殘留時間很久 他們一次動太久了 裡面像我們的有機靈 一個星期噴一次 Half Live兩天 一天半 所以整天噴 不可以試試 他噴一次 動幾個月 甚至動幾個年 所以很受農友的愛戴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特質 殘存時間很久 當然相對來講 他殘存時間久 後來也證實 他產生的生物危害很大 是他對於我們這種溫體動物的傷害性是有 可是他對於這種變溫動物 像青蛙等等的 那傷害更大 所以他當時被禁的一個最大原因 並不是說他對我們人體傷害說 比其他農藥更高 而是因為他對於其他生物的 環境的傷害太大 而且殘存時間太久 是 殘存時間太久 那其實我很欽佩這個消費者 就是說他有實驗精神 你注意看 他吃了一次 他懷疑 可是他覺得說會不會是僥倖或其他問題 運氣不好等等 再試一次 就產生同樣的症狀 這個第一個要有科學的訓練 第二個他要有足夠的勇氣 很多人定一半的怕到 他為什麼再去試第二次 所以坦白講我哥 所以真的要發獎金 真的應該可以發一個獎金給他 這個以身試毒 而且他發現有問題 也有見義勇為的精神 去跟政府通報 對不對 政府不應該給他一個獎金嗎 不然你們都沒發現 給他發現 真的是應該給他一個獎金 有兩位醫師 我們現在看到什麼叫DDT 學名當然看起來很複雜 那複雜的東西 看起來就很恐怖 叫做二氯二本肌三氯 胰丸 重點是他很穩定 很穩定的意思是說 你落後 沾不掉 所以你喝水 摆不掉 所以呢 可是他會溶在你的脂肪當中 不溶於水 所以你就猛喝水 也沒有用 所以他會長期儲存在你的體內 然後對你身體造成傷害 這個是對恆溫動物 對於人血動物 那個傷害是更大的 那一九四八年 所以合成出來含氯的有機殺蟲劑 最初是控制戰後的這些疾病 然後用來殺死所謂的害蟲 效果很好 抱歉是疫病 五零年到八零年代廣泛用於榮林木葉 優生保健 六零年代開始 DDT開始發現是說 這個很難分解的環境荷爾蒙 非常多的國家就開始禁用 那臺灣已經禁了四十多年 可是因為價格太便宜 那傳染病的這個防治效果又很好 所以很多國家 剛剛我們等到 也許伊朗 也許中國 那現在政府還不是很確定 到底是哪裡來的 很多國家到現在還在用 那結果用到後來就臺灣人把他喝下去了 我們來看看其他問題 那到底有什麼傷害呢 這個部分要特別請教兩位醫師 大家看起來都說 極毒性是低的 淋漏不會隨性 可是呢 在身體吸收之後 會變成DDE跟DDD 然後呢 土壤中大部分的DDT呢 會被維生物分解 一小部分會滲入到地下水 那會累積在植物或是 魚鳥類或是其他動物的脂肪當中 半衰期呢 可能是二十二天到三十年 會影響我們的神心系統 增加早產額 增加雞胎的機率 影響到我們的肝臟 那動物研究呢 會說增加肝癌的罹患機率 這當然不能拿人來研究了 那烹飪的時候呢 你用大火或是高溫的時候 DDT含量會減少 洗的部分表面上 也會清除DDT 所以喝下去 現在看起來就像喝茶 可是喝茶 現在看起來那個濃度是高的 是一定高 因為他產生神經症狀 喝下去就掉了 他會跑到脂肪裡面去 所以等這位女士有一天 如果他想不開 他減肥或什麼 我不知道啦 他會承受另外一次症狀 因為減肥是從脂肪跑出來的時候 又會開始產生同樣的症狀 減肥脂肪跑出來 因為減肥不是燃燒脂肪嗎 是 那你存在脂肪裡面的毒物 一減肥就會釋放到血中去吧 所以他會承受另外一次的症狀 戴醫師 那這個在臨床上 那臺灣應該很少人 因為DDT 因為已經進了四五十年了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DDT 那跟癌症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兩三年前的 塑化劑事件嗎 是 塑化劑 在醫學上稱作是環境荷爾蒙 是 那其實DDT也算是一種環境荷爾蒙 是 那環境荷爾蒙 現在很多的研究就是說 在剛剛講到 它不是一個極毒性的東西 但它也不是沒有毒 那我們知道DDT是一個 你看後面幾個字叫三濾蠅碗 那我們在做很多動物實驗的時候 常會拿另外一個東西 叫三濾甲碗 作為那個肝毒性的一個測試用藥 那個三濾甲碗 我們加到那個小白鼠裡面 它會很快的引起肝的毒性 那這個肝的毒性呢 假使我們用了另外一些抗氧化的東西 它可以抑制它肝發炎的話 那就表示說這個東西是可以減少 肝毒性的一個食品或藥物 好 那我們就知道 這包括是一個綠和一個碗 碗就是那個烏龜殼那一種有機化物 像這一類東西 不管是三濾甲碗 三濾魚碗 在身體裡面主要都是脂溶性 第二個在身體裡面 因為這些都是歸類於所謂的環境荷爾蒙 那環境荷爾蒙呢 最重要就是說長期所引發的 就是身體的發炎 是 還有荷爾蒙系統的異常 那現在有一些研究喔 假使說我們直接給這個人 或者動物啦 基本上自以動物為主做實驗 那這個動物呢 我們長期給這個環境荷爾蒙 你可能看不到 他很快會產生癌症 是 就像三年前 兩年前 那個塑化劑 業者說 欸 我沒有任何動物實驗 你做出他直接有致癌性 可是不是喔 因為呢 像這個在吃下 這個DDT的 或是暴露到DDT的人喔 他有一個現象 像以女性來講 他身體裡面女性荷爾蒙 假使他原來的濃度是1好了 因為暴露DDT 他女性荷爾蒙的濃度 會變成十倍二十倍 甚至三十倍 甚至更高 那這有什麼問題喔 當女性荷爾蒙突然的上升的時候 就跟幾個疾病有關了 第一個是卵巢子宮的疾病 是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可怕的 就是女性的乳癌 所以如果說長期的暴露到 這種塑化劑 環境荷爾蒙 一旦引發身體的荷爾蒙的異常 對女性來講最可怕的就是導致乳癌 這樣的疾病的產生 因此所有的研究裡面 針對這種環境荷爾蒙的話 通常都不是直接的證據 在美國就有大型的研究去回溯性分析 他說DDT到底跟癌症有沒有直接相關 他們說從所有的證據 看起來DDT是有相關的 是 在DDT在美國禁用之前 他的女性乳癌的發生率一直在上升 可是禁用以後 等到幾十年以後 就發現女性乳癌了 竟然慢慢的就沒有再成長了 那他們去分析 做很多因素的分析的結果呢 發現這個DDT確實跟女性乳癌有關 那在動物實驗也看到這樣的現象 就是間接的 樹清 大醫師這樣講 就真的讓我嚇一跳 以前我們在談塑化劑的時候 或者是說什麼東西會致癌的時候 大家在想的是說 第一個 你是不是傷肝 傷腎 傷你的神經系統 那種直接傷害 這個大家很容易理解 第二個說會致癌 是不是說喝了之後 長期之後呢 會導致你的基因改變 你的癌細胞會增長 可是剛剛代醫師講的是說 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 更恐怖 但是很容易被忽略 之前我們在談塑化劑 也真的忽略這一點 就是說因為女性的 女性核我們本來就高 你再加上更多的環境荷爾蒙 會使得你的荷爾蒙 大幅的積詐 之後就會誘發更多的 子宮 卵巢 乳癌 等等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國家的中研院 他們做的研究 其實有發現這樣的現象 他們去研究塑化劑的時候 就發現塑化劑 對於某些基因型的女性 確實可能造成乳癌 所以連我們國家的研究 都發現塑化劑 也確實是乳癌的風險因子之一 所以這已經是知道的 可是現在比較麻煩的是說 我們臺灣現在的乳癌 如仔細去看 在歐美 他們的乳癌 主要是更年期後發生的疾病 那早年呢 臺灣女性更年期後 這一群的乳癌發生率 跟歐美來比 我們是低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認為說 可能我們的飲食 或我們的體型 相對我們是少的 可是臺灣有一群 很特別的患者 就是在大概在四十多歲 這個前後 就是我們有一群 年輕型乳癌的 這個這個這個 尖峰 我們是不知道 為什麼的 到底是因為 我們的基因型態不一樣 就是我們有一些 跟外國人的 因為人種不同 造成的異感因子不一樣 還是真的 你想想看 我們四十幾歲 這一群人是不是也剛好 跟著臺灣的這個 經濟起飛 環境污染起飛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曝露 在這個冰值下 所以其實他們一直很好奇 臺灣的年輕型乳癌 這麼高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或許也跟我們 長期以來承受 這種工業進步之後 環境荷爾蒙的曝露 比一般其他可能 早就先進國家 早就已經不再用的東西 就在我們這邊持續使用 有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但當然這個需要 流行病學 或更多的因果關係 去驗證 但是我覺得這個 年輕型乳癌的高發 確實是不可忽視的現象 不過莊老師 我的問題是在於說 之前大家都把那個 癌症歸類 是你自己基因 就是你基因不好 就基因圖片 這怪不得了別人 後來呢 大家會把癌症說 是你個人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或是周遭環境 可能你的職業啊 或是什麼東西 而現在看起來 環境的大因素 恐怕跟癌症的關係 是更為密切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呢 對 我想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就回來 談肺癌好了 對 譬如說肺癌來看的話 有人是認為是女生基因的關係 肺腺癌 那有些人是認為說 可能是油煙的關係 但是 但是你可以想像說 在三十年四十年前的話 那這種肺癌並沒有 女生的肺癌 肺腺癌並沒有那麼多 是 對 那基因的話 我想三十年前 女生的基因 跟現在女生的基因 其實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油煙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女生 其實外食的比三十年前 要多 要多很多 也就是油煙的問題 應該是三十年前比較多 是 所以 所以從 從基因 其實或者是所謂的 這種 所謂的二手煙 或者是炒飯 這些 煮菜這些 有時候很難去解釋 為什麼 譬如說肺癌這麼多 是 那或者是剛剛談到的 這些 什麼 子宮進來 會乳癌 對 所以一個很大的可能性改變 是 剛剛講的 就是可能環境在變化了 我想環境的變化 這個因子 應該是我們開始 要去討論這個問題 不過江醫師 有時候大環境 是人很難避免 可是有時候 人又真的可以避免 因為我們在這個 大環境裡面 可是我們可以選擇 什麼要 什麼不要 但問題是 我們要先清楚 這些資訊 所以我就要請教你 這一次是英國蘭的 玫瑰花茶出事情 可是還不只這個 之前手搖茶 是一直在出事情 也不只手搖茶 我們喝的茶葉 我們喝的花草 不是說人家泡 你自己去地化街 去哪裡買 那都出事 我們來看看 零九年的時候 北一就已經發表了說 市售手搖杯的 這個檢驗報告 九成都不合格 你如果說 那個什麼 鎮果 野果 那還吃辣 大概全部都不合格 那七成裡面 有大腸桿菌 然後四成有防腐劑 連故宮自己賣的烏龍茶 都有農藥殘留 叫福芬龍 這個會導致神經病變 的艾莎松 然後阿豪省的這個紅茶 兵也出事情 說添加致癌人工香料 香豆素 一一年的時候 衛生署查到很多的飲料 都有塑化劑 DHP 然後再來 我們看看一一年之後 其實一三年的時候 新北市還賣這種所謂的調茶粉 你基本不用泡茶 你加清粉 全部化碎 香噹噹噹 然後一四年衛生局抽茶 這些所謂的像是英國藍 這一次是所謂的那個 殺蟲劑 之前是大腸桿菌超標 然後還有更嚴重的問題 越南茶變成臺灣茶 中國大陸茶變成臺灣茶 我們光談茶好了 茶至少有喝的茶米 黑龍茶 東方美輪 草鋪茶 這些東西 再來會有我們自己去買散裝的這些什麼玫瑰花 桂花 菊花 再來就是我們市面上喝到的 不管是說那個所謂攤販賣的手搖茶 或是超商賣的這種 他們自己調配的茶 現在的農藥殘留情形真的很嚴重嗎 兩個問題 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 觀眾朋友你看 臺灣這五年檢查的農藥 每一次檢查出來都是四種 八種 十二種 是 甚至於其實像金週刊 前一陣子二零一四年年底 他檢查那個茶葉的時候 最多的部分 一支茶葉裡面 其實是三十五種農藥 不過你們不要以為我記憶力混淆了 因為他這個週刊裡面寫二十二種 原因是因為我們政府基於 我個人覺得很可疑的原因 他不公布農事所發展出來的一百多項農藥的檢驗方法 不公布的方法 他不准媒體 據此宣布說有這個農藥被發現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 某些農藥廠商其實就很好過日子 因為我的農藥 只要不是在公告檢驗方法之內 我隨便賣 大家隨便噴 大家都不能說含有這個農藥 這是目前臺灣的現狀 那臺灣現狀的農藥是多 進入一個時代叫做農藥雞尾酒的狀態 很多農民去買農藥的時候 其實農藥行提供特調農藥 他不是買說要四餐去採 他不是 會採訪給你 會採訪給你 你根本不知道農藥行裡面加了多少種農藥在這一餐 那也形成一個特殊的競爭 就是說大家各調各的 然後用閱讀的東西越好 反正我才能吸引客戶 那你那裡沒農藥都沒好 如果我吃沒 噴就都死 所以我當然就可以打敗對手 所以這個農藥雞尾酒的情況擴散得很兇 所以為什麼金周刊上那個農藥 一個產業有三十種農藥 其實跟我們這個農藥雞尾酒 這個做法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多重農藥的暴露 大家要小心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已經不是我們可以評估風險的 各位想想看一個問題 他三十五種農藥 每一種都不超標 每一種都不超標 可是三十五種 合起來總和毒性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我跟你講 不要說我們衛生署不知道 食藥署不知道 我跟你講連上帝都不知道 因為三十五種農藥的毒性 你要把它研究清楚 那你是現在是全世界一千七百種農藥 一千七百種農藥的幾次方 三十五次方 那那是一個天文數字 大概就是恒河殺數 或者是比宇宙星星數還多 你怎麼做研究 所以我們如果不遏止這種惡劣的 這種所謂的農藥劑 劑胃酒的情況 其實每一個全民都會陷入這個癌症的危機 因為事實上就美國有個學者 把三種不會致癌的低量農藥 混合在一起給老鼠吃 結果就產生癌症出來 所以證實說混合農藥的效應跟毒性 絕對不是我們想像中說 一加一加一等於三 no 這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這個是完全沒辦法驗證的 沒辦法去評估的 所以國內的農藥管控失敗 那當然其他如果國家 農藥管控也好不了多少 你看他們也是這個搞法 對不對 是 他這個從國外輸進來 一一才也是十一種農藥 所以這個是農藥雞尾酒的部分 真的是已經擴散到全球去了 不過那問題更嚴重是說 我們當然是無能力去面對 剛剛您談的那個農藥雞尾酒 可是就算他不是雞尾酒 他是最純的DDT 或是什麼東西呢 看起來我們的政府在罷關上 還是漏洞百出 我們來看看到目前為止 這個英國藍的這個所謂的DDT 從哪裡來還不曉得 整個檢驗過程 我們在曝光開始 通常還是要靠所謂的 業者的自主管理 可是如果他改標 或是他不自主管理的時候呢 恐怕我們還是只能靠消費者 憑著自己以身試毒 才能夠抓出這些所謂的 害群芝麻 來看看 原意貿易公司負責人特地拿出SGS檢測報告 強調398項農藥全部都未檢出 不清楚為何賣給下游的英國藍公司後 會有農藥超標問題 我們一進來我們也是就是有去做檢驗 那都沒有問題都是完全合格的 那他們說他們是從我們進貨 因為之中又隔了兩三層 原意公司表示去年八月 從伊朗進口一個貨櫃 總共四百五十箱 淨重四千五百公斤的玫瑰花苞 主要供應兩家南部經銷商 沒有直接販售給消費者 而且產品介紹都載明是伊朗 沒有動手改標 不過貴福部食藥署追查後卻發現 這批問題花茶 很可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遭到立委批評官方動作慢半拍 到底是哪個環節自行更改標籤 石藥署表示 目前已經疑請高雄市 衛生局做後續調查 業者涉及標示不實部分 將一新的食安法罰四萬到四百萬元 農藥超標部分則可罰六萬到兩億元 記者綜合報導 所以訴訟現在很嚴重 台灣人很愛喝茶 不管是自己泡茶 是去買這個手藥杯 是去那個711超商買茶飲料 可是不管是從原料進口 曝光的管制問題 再到更嚴重 剛剛江醫師說現在都 叫做所謂的農藥雞尾酒 所以現在什麼能喝 什麼不能喝 我們有一個依據嗎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你說 我們以前都教民眾說什麼 看標示 對不對 可是結局告訴我們 標示其實不是很可信 為什麼 這次改標事件 不是臺 其實臺灣 這一個月之內的改標事件 至少四起 你想想這個 明明不知道是伊朗的 還是中國的 總之不是德國的 但他總公司那邊標的是德國 對不對 第二個你記不記得之前的龍口米粉 明明是中國的 他又標 原料是來自於越南 那其實在臺灣包裝 所以就變成臺灣的 那甚至之前的日本食品事件 也是一樣 他明明就是日本某些地方造 可是到了我們之前 他標示不一樣 甚至之前還有一個更扯 他是呢 他把東西進口到臺灣 在臺灣分包之後 他的製造日期 就寫臺灣分包日喔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個標示 到底能看到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之前曾經有一個讀者 他把一個蒟蒻 就是向我們投訴說 他覺得那個蒟蒻怪怪的 因為明明還在合理的 期限之內就變色了 因為有些蒟蒻 不是白白綠綠嗎 他說整個都連水都變綠了 他覺得很奇怪 那因為他也算是小有 一些經濟基礎的人 然後發現那個蒟蒻的製造地 是寫的是香港某地方 他有朋友在香港 他就email說拍張照 請幫我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工廠是不是很恐怖 怎麼會製造出這樣的地方 結果呢 他那個香港的朋友 去當地看 那個柱子根本沒有工廠 那個柱子根本就是虛設的 可是你看 我們在報驗的 這個動作的時候 有沒有去看 看得到這些工廠 是不是虛偽的 我們甚至他隨便 擬一個地方說 是香港什麼什麼 我們就接受了 所以從產地 到底是哪裡 我們沒有查到 然後像這個農藥 你說有抽驗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花茶 茶葉 這個系列 大概只有菊花 是百分之百 竹皮檢驗 因為菊花之前實在太多起 還查到那種很恐怖的 所以現在菊花 菊花茶可以喝嗎 因為菊花茶 分兩種 分兩種 我跟你講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他現在是百分之百 竹皮的抽驗 竹皮檢驗 所以照道理是 如果我能從這邊進來的 確實是相對 OK的 但是你要知道 之前 我們菊花 還沒有分成管理的時候 中藥進來的菊花 他是藥用的 那如果是藥用的 他不是用食品級的管理 所以藥用有時候 他的相對標準是寬鬆的 所以之前曾經有一個 衛生局 他說奇怪 我在中藥行查到菊花 我說他農藥違規 結果說沒有 因為他是藥 誰知道我買的菊花 是當時買的 出了進來的 這邊還是這個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除非你能確認 你買到的是台灣有機菊 有一個問題 困擾在我心中 真的很久很久 這我想應該所有的 那個消費者 也一樣有這個問題 是說 譬如說我們泡茶 大家都會說第一泡 要倒掉 因為有農藥 可是現在很多人說 根本沒有用 如果他有農藥 那個農藥叫脂溶性的 像這個DDT 就是脂溶性的 所以他是不溶於水的 他頂多那個表面的部分 你用洗的 洗的掉 這次英國蘭 那個老闆就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沒有洗過 他就直接拿來泡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所謂的農藥殘留 到底是水溶性的還是脂溶性的 是不是我們有疑慮的 這些茶花草 或是什麼桂花 菊花什麼花的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呢 第一泡 禁酒一點 把它倒掉 我們的農藥殘留 問題可以減半 這點很有趣 大家都期望 我第一泡把它倒掉 能解決很多問題 那我沒有看到 國外有做這方面的研究 不過國內的薄塑 是入民系統 就有人做了一個研究到地氣泡 都還有足量的農藥 足量的農藥 所以這個可以減低 可是大家不要幻想說 一次可以減低一半 那其實就是二的七次方 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那對DDT的問題 其實有趣 事實上國外有人做 他的那個代謝研究的時候 發現DDT在肝臟的代謝 如果使用一種 像藍綠藻的 他某一個蛋白質加進去 他可以加速DDT代謝 到DDT這個過程 因為那這個過程是一個瓶頸反應 所以你如果能快速讓他用DDT代謝 到DDD的話 也可以相對的降低 他在肝臟引起的毒素 因為我們知道他肝臟 他會引起癌症 這些問題 所以DDT這個問題 稍稍可以用這種方法來降低 他的風險 因為他會存留很久 所以你即使兩個月前吃 你現在在吃這個藍綠藻藻藻藻藻 還有幫忙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這中間有十一個農藥 OK 目前我不知道什麼東西可以對抗這十一種農藥 對不對所以我們這個是真的談好玩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第一炮確實可以稍微減少水溶性的農藥 但是你放心 你的農藥還是都在 對到第七炮都還是夠殺死你 這樣子 所以所以還是最重要是減少曝露進去 賣掉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解決方案 像現在是有一些研究是針對像臭氧 叫O3 那O3這個東西 其實他可以是促進這個像三綠甲烷 這類有機物的快速分解 那所以我的建議是 如果可以的話 在家裡使用的話 最好是用這一類的促進 他分解的水去把它沖掉 那這個東西是包括水溶性和紫溶性 通通是可以促進把它分解掉 臭氧的部分 但是你不可能泡茶 茶米拿去洗 那快速沖掉就好了 他對他的味道就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要用熱水去泡 他才會開嘛 但是用冷水去沖的話 這影響就比較少 但是在臭氧的這個水 其實在冷水裡面 所以對水那個茶的風味 影響就很少 所以是要做人很辛苦 喝茶就要剝成這樣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把農藥殘留 把這些毒素喝進去 我們把空氣污染 把這些毒素吸進去 我們把像是塑化劑 或是油炸的這些所謂的東西 也都通把它吃進去 每天日常生活中接觸到這麼多的毒素 難怪臺灣人罹患癌症的人數會大幅的增加 現在是五分多中就有一名癌症病患出現 我們來看看臺灣為什麼癌症這麼多 炸雞薯條再來一杯可樂 這些高油脂高熱量的食物是不少民眾的最愛 但要小心吃多了 除了容易肥胖 恐怕也會增加罹癌風險 國健署公布最新十大癌症排名 大腸癌已經連續七年位居第一 再來是肺癌 肝癌 乳癌 口腔癌 攝護性癌 胃癌 皮膚癌 甲狀性癌以及食道癌 值得注意的是 甲狀性癌是首次進入十大癌症排行榜 主要與肥胖和接觸 輻射物質有關 國健署表示在臺灣每五分鐘 二十六秒就有一人離癌 比前一年快了十四秒 而癌症新發人數九萬六千六百九十四人 也比前一年多了四千零一十二人 發生率相當於每兩百三十三人 就有一人離癌 其實國人離壞的癌症的原因 除了傳統的醃酒 檳榔以外 非常重要的就是飲食 運動 肥胖的問題 國健署也指出 女性罹患肺癌人數增加也相當驚人 肺癌患者人數較前一年多了六百三十三人 其中女性患者四百九十九人 比率高達七成九 大醫師 你在臨床上每天都要接觸 這些癌症病患 可是現在看起來癌症病患 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還要多 我們來看看 國健署呢 他公布最新的癌症罹患人數呢 一百零一年新發人數 就是在最新得到癌症 有統計的一零一年九萬六千 六百九十五個人 平均下來 五分多鐘 我們從節目開始到現在 已經很多人罹患癌症了 然後呢一百零一年呢 大腸癌的部分呢 是一萬四千九百多個人 比一百年 就是相照前一年增加了六趴 那當然呢 因為篩檢數增加 所以個案也增加 肺癌的部分 這個是等一下 我們要好好談 一零一年呢 總共增加了六百三十三個人 其中女性增加四百九十九個人 換句話說 新得到肺癌的人呢 有八成 百分之七十八點八呢 通通都是女性 這等一下我們會談 為什麼女性抽菸比例 是遠低於男性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些 所謂的這次 是調查報告了 那其中呢 醃酒不健康飲食缺乏運動肥胖 等這些主要危險因素呢 佔癌症死亡原因呢 百分之三十 那定期接受癌症篩檢的部分呢 包括大腸癌 子宮頸癌口腔癌呢 你早一點去篩檢 早一點發現呢 其實經過簡單的治療 就可以預防變成癌症 那子宮頸癌呢 首度脫離前十大癌症的 這個因素 那肝癌胃癌標準化的 這個發生率也下降 現在我們面臨到最主要 還是在大腸癌的這個部分 可是整體癌症的那個增加速度 是變快的 為什麼 這個跟大家還是吃的問題有關 其實像這次最可怕的是說 肺癌女性大幅的成長 那我們來講 其實並不是說女性大幅成長 是有異常 而是因為以前呢 大部分男生是抽菸所導致肺癌 那女性又不抽菸 當然女性得到肺癌的機會就少 可是現在 雖然因為導致肺癌的原因有什麼 最重要就是環境 像現在那個空氣污染 那得到肺癌的機會 就大大幅的上升 第二個呢 得到肺癌 現在有很多研究報告 指出呢 其實跟我們喝的水 裡面有重金屬會有關 譬如說 我們重金屬 我們喝的水裡面 或我們吃的東西裡面 有重金屬生的話 他對於你空氣污染 或者你吸進去的空氣不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增加兩百倍 得到肺癌的機會 所以反過來講 並不是因為女性之前 不抽菸過低 而現在過高 有問題 他只是把女生男生拉到勁而已 以前男生比較高嘛 以前女生比較低 那是因為單純抽菸的影響 但是現在有空氣污染的影響以後 男生女生是一樣的 而且現在全部男生女生 全部暴露在過去兩年 不只兩年 我想已經很多年 大家都吃這個收水油 收水油很多東西都是重金屬 所以我們可能一個一個排除了 第一個 吸不吸菸 跟得不得肺癌 吸菸當然比較容易得肺癌 這沒有話講 但是不吸菸 就不代 也不代表你不會得肺癌 這個邏輯要先釐清 這是因為環境的問題 我們出去呢 就暴露在不好的空氣 那跟媽媽們在廚房炒菜 那個抽油煙機 不夠力有沒有關係 這也有關係 過去就是有一個案例 他是太太先得到肺癌 後來先生也得到肺癌 那非常奇怪 就是說結果去查的結果 他們家裡面的 那個抽油煙機 煙那個排油煙管 沒有接到室外 都在室內 抽出去又抽回來 抽到天花板上面 那從兩邊再散下來 所以夫妻就通通得肺癌 而且兩個都沒有抽菸 但是很重要一個因素變化 是大環境變得很差了 對 空氣污染的情形 更加嚴重 特別您剛剛談到水污染 水裡面有中金屬 特別是深的部分 他就會導致肺癌機率變高 鍾老師您長期在研究PM2.5 上次我們也在談這件事情 對 大環境 跟女性這一次肺癌比例 大幅攀升的關聯性 你的看法 對 其實我自己 還是比較偏向空氣 對 據我的瞭解 是說一個人 一天吸進的空氣量 是比喝進來水 好像多上非常多倍嘛 對 所以變成你空氣裡面 如果是有深或者PM2.5 的話 那這時候進來的毒素 會比喝水要多上 是 非常非常多 是 那我這邊只是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剛剛代醫師所講的 其實現在男生跟女生的 那個肺癌 其實拉得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兩數 上面這個是男生的部分的肺癌 肺腺癌 那下面這個是女生部分的肺腺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 這是二零零八年 最後的數字 大概都是超過每十萬人左右 大概有二十個到三十個 無論男生女生的肺腺癌 大概數字都都差不多 而且這是經過年齡標準化 也就是你考慮到 這些老化等等的因素 那那我個人看法是這樣 就因為肺癌本身 它不是一天所造 不是一天你吸到髒空氣 或一天你吃到一點 深的水就會造成 它大概是一個比較長期累積 二三十年的累積所造成的 那我們有個方法去看說 一個人在過去這一生裡面 到底暴露了多少空氣軟物 那環保署的資料 大概從這個一九九七年之後 才有資料 但是氣象局這邊在日本 在在這個日據時代 那就是有這些氣象局人員 就是一直在長期觀察 台灣各氣象上的能見度 那我們現在從能見度 譬如說你拿 我們是拿中午的能見度 那中午一般來講 不會起霧了 所以你看中午能見度 你可以看到最上面這一條 大概是藍色這一條 是那個高雄的 所以你看在一九六一年代的話 臺北可以看到二十五 高雄可以看到二十五公里 是 但是現在大概只有看到八公里 八公里而已 那臺北就反過來 臺北在一九六一年代的話 只能看到這個十公里 八公里而已 現在上升了 可以看到十五公里 但是總體來講 大部分的區域 其實能見度都從二三十公里 降到超十公里 十五公里左右 是 所以我意思指的是說 像像臺北人 大概一九六零年代 就是說現在五十歲左右的話 他從一九六年代一直曝露的 很高的這個片二點五 那到現在五十八歲 他得肺腺來了 那那女生 男生 女生都差一樣 但是高雄人的話 他就變成說 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時候 空氣其實很好 是藍色的 但是現在一九八零年後 開始變壞了 所以他曝露超二三十年左右的 這個空氣軟物 所以 那所以他目前來講的話 可能臺中 高雄 這我事實上是二零零八的數字 在二零零八的時候 臺北市的肺腺來 還是高於這個臺中跟高雄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是 無論女生 男生或者女生的話 看不清楚 無論是 可以放下 無論是這個男生或者女生 在這幾年 之前大概是這個紅色的部分 我看還是這樣翻 之前 之前在臺北市的肺腺 無論男生 女生 都是遠高於臺中跟高雄 是 但是因為現在PM二點問題 中南部急劇惡化 但臺北在改善 所以現在臺中高雄 漸漸逼接近臺北了 所以自己我是非常擔心說 從一九八零年後 北中南其實都是在不好的狀況 能見度在一個十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無論你住在臺北 臺中高雄 那有時候你搬家 他還是在這島裡面走來走去的 是 所以無形中 可能一九八零年後出生的關咒 其實他可能一輩子 就是在北中南這樣跑來跑去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說 他可能肺腺來的 浩發年齡 可能會提早 從五十八歲 可能未來會提早到五十歲 甚至更年輕 莊老師你談到兩個很重要的 因為您的研究 可能會支撐第一個 也許我們是五十幾歲以後 才會得到肺癌 但是因為我們暴露的量實在太大 所以可能所謂的 浩發年齡呢 可能會從五十五歲 提前到五十歲左右 換句說呢 離癌年紀會往前走 第二個更重要是說 之前北部肺癌的罹患發生率 是高過中南部 但是這幾年下來 北部的空氣變好了 中南部的空氣變差了 所以在可預見的 也許五年 十年 十五年內 我們就會看到中部 特別是南部的 罹患肺癌的比率會大增 可是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 一百零二年 全國男女癌症死因 不是罹患 中間不一定會死 這是中間死的 原因第一個 氣管支氣管肺癌 死了三千一百多個人 男性也是一樣 氣管支氣管肺癌 換句話說 就是剛不要解讀錯誤的資訊 不是說什麼不抽菸 也會得肺癌 那所以你就那個 給四名吃分 你就走得更快了 但是我們想釐清一點 究竟整個大環境 特別對婦女 為什麼會造成 如此嚴重的傷害 為什麼在最新的數字 新增肺癌當中呢 八成通通都是女性 我們來看看 帽子割後鳳飛飛不敵肺癌病魔病室 舞蹈家羅曼菲 藝人文英阿姨也都因肺癌過世 國內每年新增上萬名肺癌患者 在臺灣女性肺癌患者有九成不吸菸 男性肺癌患者則有兩成五不吸菸 國衛院研究發現有肺癌家族史有結核病史 廚房油煙的暴露下廚的次數越多 肺癌風險越高 如果使用臭油煙機 則可以降低43%的肺癌機率 醫師指出除了廚房油煙 二手煙也是女性肺癌危險因子 今年細懸浮衛力等空污越來越嚴重 由於空污對女性肺部傷害比男性還大 也是女性肺癌增加的原因 所以嘉義師我們上次在談PM2.5的時候 詹長泉詹老師他也拿一幅 那個臺灣非常重要的畫家陳陳波 二二八之前他是一個很不幸的受害者 可是在二二八之前他畫了一幅畫 他在畫玉山 他在嘉義市 玉山看得清清清明明明 那現在你看什麼時候嘉義可以看到玉山 換句話說這幾十年來 整個空氣品質是到現在 我們才比較注意PM2.5 那之前其實大家都吸了很多很多 可是大家都輸 為什麼就是越想 會中那個肺癌比較多 我們來看看 國健署署長邱俗提他的解釋說 因為女性旁邊有一個很討厭的人 在抽煙 所以就是一直在吸二手煙 他認為二手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台北榮總胸腔科的主任蔡俊明他說呢 包括煙害跟廚房油煙 其實不是主因 為什麼呢 其實在相同環境下 女性的基因就是比較敏感 所以在同樣的污染環境下 女性女性罹癌率呢 就會比男性高 他認為是所謂的基因的因素 但是空氣污染呢 政府一直沒有重視 也沒有整體的對策 這是很嚴重的 我們再來看看 鍾秉傑 鍾老師說 那目前北中高罹患肺腺癌 女性在二十一縣市分別排名是一二十 換句話說臺北是最高的 那高雄反而是低的 可是之後呢 可能會有一個大的翻轉 剛剛莊老師也談到 那他現在說很擔心 就是中南部PM2.5嚴重惡化 如果不控制的話 中南部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 將會取代臺北 成為肺腺癌最高區域 談的都是大環境 談的是空氣污染 特別是PM2.5 剛剛代醫師也談到 水污染也是很重要 那為什麼女性會比男性高呢 我想女性有幾個特點 其實你要知道 在在我們的這個臨床照顧 有看到一個現象 女孩子比男孩子懂得照顧自己 對啊 他們吃比較多的維他命 這統計之家都有 他們比較多人有固定運動習慣 比男生強很多 不過你不要忘記了 運動是好事 可是如果你在空氣不好的地方運動 基本上你的暴露劑量 就會往上乘以十倍 因為你運動的時候 你的肺活量會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你如果在空氣不好的地方 你又要去運動 你沒有考慮到今天空氣預報的結果 你的暴露量就是乘十倍 那乖乖坐在家裡那個男生 可能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這次的問題 譬如說舉個例 癌症的增加 你說像肺癌容易被生增加 對不對 那可能大家剛好忘記一點 最近出了這個胡椒的事情 裡面加的所謂的碳酸美 是 工業期碳酸美 後來被證實 雖然沒有其他重金屬 不用含有 生喔 生吃進去 嘴巴吃進去 他一樣可以引起肺癌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臺灣的女士 有特別喜歡吃胡椒蝦嗎 或者是吃鹽酥劑 也沒有這樣 應該男性比較喜歡 男生搞不好吃得更多啦 不過我會覺得運動 在不好的天氣的情況 運動可能要去考慮這個因素 蘇琴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說現在都流行路跑 晚上要涼涼 你現在多人 晚上要去路跑 你不跑還好 越跑越死 是啊 所以之前有那種 胸腔科的醫生就說 他有說看 有些人在風路跑 我覺得他的行為簡直是在自殺 但是我覺得這對臺北人 或者是對全臺灣人都一樣 今天我 你告訴我說 很多癌症也跟肥胖有關喔 所以叫我做體重控制喔 那我因為吃的東西 老實說 老師已經說你的油 什麼都有問題 不健康了嘛 那我只好透過運動啊 透過運動 我出去外面跑 你跟我說空氣不好 對不對 我在室內運動 奇怪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也發現室內的問題也蠻多 你剛才說油煙嘛 說我們裝潢的東西嘛 還說我們室內 因為我們濕度高 所以我們甚至連什麼 都比人家多 那我不知道我們臺灣人 到底怎麼辦 我要去哪裡運動啊 一通茶可以賣不要喝 空氣可以不要吸 對啊 就是我現在甚至人家問說 那你說外面跑 有那個PM2.5 家裡也有家裡的空氣污染源 那請問我應該在哪裡運動呢 我說這個 只能 只能說你們家 如果靠玉山比較近就上去 而且埔里也不行 以前覺得埔里 空氣很高 後來發現埔里 P2.5也很高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 很頭痛的地方 就是民眾甚至不知道 我該去哪裡動 我該去哪裡吃 因為現在 你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啊 不過說起來很好笑 你知道嗎 像臺灣已經算是空氣污染 比較嚴重的 美國相對的空氣污染 已經控制得很好的 可是你知道嗎 全戶空氣過濾系統賣最好 在美國 我們臺灣大概是沒有這個概念 那美國就覺得說空氣污染很可怕 所以他要進入家裡的空氣 通常要經過過濾 那我們這個空氣最污染的地方 沒有人在管這個事 就是外面髒 那裡面也不管他 就開開窗 就讓他進來 這中間會不會是大家 包括政府跟民眾 都有一個錯誤的誤解 就是把癌症歸類成是個人的因素 你就是 我覺得這一點是 真的是很不適當 所以大的這個公共衛生政策 就沒有好好關心 不動嘛 因為你知道嗎 美國癌症的死亡率下降 跟他的國家癌症法 是有關係的 但所有的研究都同意這一點 自從他定義的國家癌症法之後 對癌症宣戰之後 整個癌症就開始往下走 死亡率就開始往下走 那你今天就舉個例子 PM2.5 你你你老實講到說 你的民眾的生活習慣不好 你太胖啊等等的問題 可是空氣是沒得躲的嘛 對啊 那空氣會不會自癌 太多研究了啦 像十幾年前 美國德州癌症中心就證實說 美國人德州的肺癌 四分之一是來自於他空氣中 金屬微粒 那這次也發現說 很多的這個金屬微粒進入空氣中 是 先包括 鑷 酸 隔 隔 這些重金屬 事實上基本都是自來物嘛 那這廣泛的存在 臺灣的這些污染的地區 是 所以你為什麼肺炎會增加 其實你很難 把這個東西去掉 為什麼 因為你明明吸引那麼多自來物 你怎麼可能不自來 不過這邊我要做一個預告 明天有話好說呢 我們要特別針對最近有一份 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大規模的流行病學報告 就是詹長泉詹老師 他指出來說 他研究調查發現 六輕是在雲林脈療 結果呢 在下面的這個彰化大成呢 他的這些民眾裡面的血液呢 是有大量的 滅 深等重金屬 為什麼 那以及對於所謂的大成居民會造成多大傷害 明天我們會好好討論 可是今天為什麼女性離愛比例會增加呢 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一起討論 新北市的張小姐 臺北市張小姐 抱歉 張小姐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我想那個女性她那個離肺癌 她的最大原因 我我我想再關 我剛才的結果 是不是因為去菜市場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他們會騎摩托進來 或是空氣整個就 就在那個上空 所以我們常常去買菜的時候 發現空氣真的很不好 還有 在逛夜市的時候 那空氣真的很糟很糟 所以我發現之後 都不大敢去買菜 或是逛夜市 就是盡量不要去 還是空氣的問題 好 謝謝 新北市的吳小姐 你好 請說 我們剛剛在講 油煙就是已經談了 就怎麼講 從以前到現在的問題都一樣 油煙 機車 那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我給大家參考 我搬到山上去 我不要講哪裡 搬到山上去 那我想說台北市空氣這麼早 我搬到山上去 然後結果呢 每天幾乎每天 你電視機 只要你是黑的 黑的東西 像電視機家電的東西 它上面的殼是黑的 那個灰塵是綠色跟咖啡色 那我就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問那附近的住戶說 為什麼你們這邊是山上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在台北市 我以前住大的 我可以一個禮拜 就是差一個禮拜 你不會感覺那麼髒 搬到山上 是那個一粒一粒的感覺 我就問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不清楚從哪裡來 因為我很怕 我是從來不去菜市場 不去夜市的人 我不吃油炸的東西 我不吃外面的 我不喝外面的飲料 在民國七十三年左右 到底那個黑黑綠綠的是哪裡來的 他說我們臺北的那個 就是我問了很多 他說就是因為 你原山算乾淨 因為山上比較高 所以空氣下來 直接下來 是山上第一個先接觸 接觸面比較廣 再來才盆地 比較低 他說那個 因為我們北投有混化爐 然後木柵有混化爐 然後就是說它混化爐 所以你認為是混化爐的問題 反而導致高酸地區 你看我們臺灣 你只要經過 我們臺灣的街道 只要有煮飯 煮菜的地方 那個整個街道是臭的 很恐怖 我不敢聞 我不敢 我到現在我不去夜市 謝謝吳小姐 不過莊老師 您的看法 整個大環境 跟所謂的癌症之間的 關聯性 對或者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們利用這種能見度資料 來反推這個所謂的PM2.5 那在這個一九九零年代 那時候 如果大家還記得 那時候大概 臺北市那時候 大概就是說 出去以後 能夠開回家 黃道士就很棒了 所以那時候捷運 還沒有興建 很多的工廠 所以那時候臺北市的PM2.5 如果我們把它用能見度反推的話 大概是現在跟高雄一樣 四十左右 那到達兩千年代的話 那是木柵捷運陸續的通車 那很多工廠 大概從臺北已經遷到中南部去了 那最近你看現在臺北市 PM2.5大概降到二十幾了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張圖 那這張圖 大概就是不只是肺癌 也包含了氣管 支氣管 男性的這個肺癌的死亡率 那可以看到臺北市在一九七二 一九八一 就是說那時候最髒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臺北市 大部分的區鄉鎮 都是紫色或者紅色的 那這指的是 這個地方是全臺灣兩百六十八個 這些鄉鎮或者區來講的話 他是最高的前十percent 或者是統計上顯著高於其他地方 那到達了一九八二還是很高 但是到最近你可以看到 有不少地方已經變黃色了 表示當空氣改善之後 他下降了 但同時間因為我們剛剛講 你看到中西 中南部 整個都是紅的 對 所以從一九七二年代 這時候臺北還不錯 中南部還很好 但自從工廠 從臺北遷出去以後 到達了中南部 你看到最近 整個尤其是沿海這一線 大概是肺癌 呼吸道疾病 變成最高的地方 所以我想表達就是說 你把 當當你把這PM2.5 或者是這些空氣改善 臺北是下降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 很好的健康效應 改善了 肺炎或者是肺癌改善 那但是中南部 當你污染過來的時候 那他就惡化了 對所以 所以那剛剛有朋友講說 到底多高的地方 才比較空氣比較乾淨 那我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只是爬 住在兩三百公尺的話 那邊臭氧會比平地來得高 你大概要到達一千公尺 或者兩千公尺 那邊空氣才會好 我覺得臺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連國健署署長自己在解讀 這樣一個肺腺癌的趨勢 都只想到二手煙 從頭到尾沒有提到空這件事 對 跟說你的最高 好 愛你 爸媽求很大 Live 零時差 今日起利用手機或平板 下載爸媽求很大 app 你就可以call in 苗栗的周先生 你覺得他們應不應該靜下來結婚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好 或者留言加入我們節目的話題 他們留下了什麼樣的意見 有人說相信校方是可笑的 家長要自立就氣 人氣春心只是姑息養姦 周一到周三晚上九點鐘 爸媽求很大 Live 往裡頭看到 往裡邊瞧 女粉紅色的粉紅女的粉紅腦 唱一段繞口令二 一時八愁 八道四度米 八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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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流藍藍藍的愛茶流 咬咬咬咬咬咬咬 牛肉 牛血 牛肉 牛死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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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更多熱血青春的好樣前輩 盡在 前輩 好樣的 以上節目由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暫時播出 花露米去哪裡 下課花露米主持群小兵香韓和雅里 帶著小朋友一起探索遊玩台灣各地 有蒸汽老火車 棉花田 跳杆 貓空攬車 泡溫泉 毛巾工廠 滴滴滴精選花露米 還有許多好好玩 好好奇 及好好學的地方 同學們 跟隨花露米的探索足跡 玩出另類門道和創意 對病患來說 我們只是穿著綠衣 戴著口罩 搞不清楚長相的麻醉科醫師 你好 我是麻醉科夏醫師 好 現在幫你執行全身麻醉 好可怕